这视频显示如何解决缺少Bootenberg问题 当屏幕上出现请按Ctrl加Alternative加Delete重新启动画面时 这个已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这里教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跟着步骤就OK 首先将带有Windows 10系统的U盘插入电脑的USP插口 按重启按键 如果你已经把电脑关了 或如果还在屏幕上 就按键盘的Ctrl加Alt加Del重启 电脑启动之后需要进入BIOS 常用键是SKIN FRF10 Del或F12 需要重复按常用键多次 之后会进入BIOS画面 选择Boot Menu 选择你刚刚用的U盘 这画面只是示范 因为取决于你所用电脑或主板的制造商 之后会出现这个画面 按键盘上的任何一个键 单击下一步 选择维修你的电脑 选择故障排除 然后选择高级选项 选择命令提示符 输入Boot Trick Slash Rebuilt 静稍等 因为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之后会看到Y N O 可以输入N 之后你可能会回到这个画面 选择关闭电脑 再重新启动电脑 谢谢您的观看 Boot Men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